車子開在路上才過一個紅燈 沒多久一名學生衝出 學生被撞飛還滾了好幾圈 一度想要爬起來 但腳似乎受了傷 把畫面放慢再看一次 這名學生沒有走斑馬線 違規的從分隔島跑了出來 要橫越馬路 轎車駕駛雖然緊急刹車 但還是慢了一步直接撞傷 記得車擋風玻璃碎裂 板進凹陷光線維修也花了不少 8月5號下午5點多 在新竹燭光路上 學生突然衝出被撞 當下駕駛緊急報警 將受傷的學生送醫 但沒有想到 現在卻接到學生家屬 委託律師索賠 一開口就是47萬元 一聽到被索賠47萬 教室駕駛不能接受 直呼太離譜 執政自己沒遵守 交通規則 橫越馬路 還找律師追討醫藥賠償 警方說車禍鑑定結果已經出來 但責任的比例歸屬 誰開賠又該賠多少 只能進司法程序 由法官進行裁決 TV新聞 淳世銘 新竹報導